败也风水 败也风水 我这个客人是中部 他本来是在卖自助餐的 但他就是因缘机会之后 认识学校的校长 所以标到高中部的中午的午餐 跟国中部的午餐 就顺风顺水做了三十年 那也赚了很多钱 但有时候说 很多期他赚了钱之后 他可能就会想 把厂扩大或怎么样 结果刚好有一个机会 本来我这个客人 我就说他做得很顺 那进来有一天的时候 他进来 营养午餐里面的蛋 我当时不知道流行什么疾病 他这个蛋吃了之后 好死不死 学校里面的小学部 因为他本来接了高中部 跟国中部都很顺 后来为了应接 国小部的 又可以接的时候扩厂 第一个他做一个扩厂的动作 那扩厂的动作没多久 差不多半年而已 他的公司竟然营养午餐 出了问题 学生有七八十的人 吃了中毒烙塞 送医院急诊 那这样一急诊的时候 当然 以学校立场一定把他三家 高中部 国中部跟国小部 全部停下来 一停下去之后 我人家敢要跳脾 敢要走路 这个时候他赶快找到我 那找到我的时候 那我就跟他讲说 也许是不是你祖坟有问题 还是说你的工厂有问题 最后一看 去工厂一看的时候 也是不得了 他本来工厂已经很大了 工厂头上就要打了 因为他本来是接高中部跟国中部的生意 是做得非常好 因为材质有收 中国人讲说 山管 人丁 水管 一旦之间 给我好死不死 他为了接国小这个case的时候 把工厂扩大 工厂扩大问题 当然是一个工厂 他把这个工厂包在工厂里面 那居消风水把这个水沟盖在工厂里面的时候 变成一箭穿心 对 水在房子里面流过去 一箭穿心 然后留你一口就出事了 那怎么办 不能有水沟吗 可以有水沟 但是可以在前面 后面 或是在旁边 但是当时我去看他们家的风水 他们家的祖坟在新竹 那我去看那个祖坟的风水一看 当然就 厂房看完 看梵仔包嘛 这个墓碑 墓碑好 整个梵仔包好 但是墓碑它 整片的颜色在底部的时候 好像淡淡湿湿 那我就用这个手这样 这样去摸那个墓碑 摸下去闻 臭臭 说你里面可能是阴湿了 结果他就讲说 老师你刚才这样滷下去 你都知道里面阴湿 如果撞到它阴湿了 我说阴湿了 阴湿了 没办法 就 隔 隔没多久 什么钱给我 你真懂我的祖先 他在四十万年也没缺骨了 他四十万年也没缺骨了 差不多要缺了 等于为什么会隐湿 后来真的是隐湿了 是为什么 他当成下葬的时候 新竹这部分 他们很多下葬 因为走招招招招在冰湿里面 下葬都会破那九九分 九九分我们在吸水 湿水 或是夏雨天的时候 石膏遇到水的时候会硬化掉 所以湿水都排不出来 就变成隐湿 但是这是后续的话 结果当天客人找到去看温泉 看完之后 我们就转头要走了 转头要走的时候 比如我的客人是像献哥 他说江老师 你看这两个骨头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我说这样才不可以 当时这两个问 他就问我说 这两个有什么这两个 我放在里面 去哪里放在外面 他说 这有可能 今年刷牌 刷牌 比如像今年是萨西 所以他没有那么多塞 不能剪的 所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放在里面 他就用一个木板 木板就是这样 有摸字形的木板 两个小孩 那个小孩没有 如果放在柠檬的路边 放在柠檬上 放在柠檬上 旁边都没有用东西 都没有用 我的客人就问我说江老师 他放在这里 会怎么办 我说这小孩 你看 里头起来也打得到 里头路上也打得到 因为那时候冬天 很冷 我说你看 风吹也打得到 里头泡也打得到 他就看小孩一定刷得不好 我就讲完之后 忽然间这个手 他就打得到 我就打一下 我打一下 看一下 我就把他这样拿起来看 没怎么样 就走了 就回家了 当然风吹也看完就回家 回家洗澡的时候 衣服一脱 怕死人 这个手竟然 上面四个手指印 下面一个母指印 你手的 手的 手的 手忽然间 好像不吞噹 晚上的时候 天生早二十年前了 当然功夫没这么 现在这么好 人家很疼苦 倒不掉 把他打出来 头儿一直很疼 他敢在头 叫我们生命起家 叫生命起家一材 他说 帝主 你优秀不低 第一 我们家宿 也没请你去看风水 不然你也没人收红包 你不来没人说 风水败是怎么办 对吧 所以他们老婆母子 不欢迎 所以你叫做 真风修理 所以你手有什么 人家一刷下去 你的手 如果不快来处理 你手就可能 中风 会不会走